暑假即将到来 网络科技时代的崛起 让小朋友使用3C产品的次数俱增 为了避免3C产品与网络带来的问题与威胁 台湾社区工作实务发展协会与多个单位 在普里国小举办亲子共玩不迷惘家庭宣导活动 我们今天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目的是要做一个网络安全的宣导 希望我们的家长跟孩子可以就是 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上网的时间 然后多一点时间陪伴我们的孩子 可以亲子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游戏 增加他们的一个情感跟互动的机会这样子 那另外在各个摊位他们也提供一些 他们在普里地区的一些就是福利的一些资源 跟他们的服务活动 那大家也可以知道说 你身边有哪一些就是福利资源可以做一些使用 网络发展快速 连国小小朋友都能够轻松使用 网络安全问题有许多疑虑 县源吴国昌期盼县府相关单位多加重视小朋友的使用知识 避免小朋友犯罪或受骗 网络相当的盛行 连我们国小的小朋友都会玩 在他们的交流方面 有时候会受到诱骗还是受到一个诱惑 我们一定要有非常正面正向网络安全的使用 如何预防犯罪以及如何来预防被人家来利用等等 这都是我们要加强宣传的地方 廖志诚议员也到场参与 闯关活动是由各单位特别筹办 用多元方式宣导网络安全等知识 廖议员表示 利用亲子共同闯关 一同学习网络安全等知识 也增进亲子关系 他的谈议可以说几十年 这就是真好 就是说让我们的亲子互动 作为虚伴来去闯关 去认识他各个关里面的一些知识 透过这个反关的活动也真好 就是让我们做一个亲子互动的关系 然后各个关各个去闯 各个各关里面的增加你的知识 副委员潘英权期盼县府相关单位 多加宣导网络安全的相关知识 以免小朋友触犯法律 记者陈鲜豪普理采访报导